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也说过,其实现在在加沙发生的事情 绝对会影响到一些狗撑以色列的国家和他们 当然政府肯定有什么军事行动 其实普通的商人、公民都有机会是大事的 这次也证实了,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陆续有来,这次我觉得也算是有少少的幸运成份 但是呢 之后会继续呢 很难停 很难停 我不是就他们,是说个事实 因为我们之前见到很多人士,他们那种信仰 是吧 大家知道其实他们的信仰 为什么他们这么想呢 他们真的这么想 他们真的这么想 为什么他们好像 好生活不要这样 这个没办法 他们的宗教 他们对宗教的追求是多于其他生活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拉根先生 他亿万富豪利 为什么他宁愿入山打游击呢 因为他那种信仰 你是改变不了他 而且是很坚定的 相当坚定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 土耳其有位男子闯入了 美资的大企业的分厂 原来就挟持认知 为了抗议以色列 现在在加沙做的事情 很惊险 他现在 当然 没有事 整件事没事 没事 但是 这些事情 整个过程是很惊险的 原来是一名抗议加沙战争的这位男子厂 你记住 是拿了笨笨 拿了笨笨 潜入了美国超级巨企保洁公司位于土耳其的分厂 亦是 挟持了七名工人 并且叫其他人离开 其中一名 是被挟持者 在网上发布照片和片段 亦是显示 可能是那个人叫他 可能是那个 是动手人叫他 亦都显示 那位 拿着笨笨笨的人是用巴勒斯坦的头巾蒙面 手中有工具 身上穿着 是 当时怀疑 身上 哎呀 菠萝 没错 在背心上 我们看到有些人的背心里有个菠萝 这么大祸 是啊 一窩断 原来 这个 是 是嫌疑人又站在一幅 巴勒斯坦的旗帜旁 上面就写着大门将为加沙移开的这几个大红字 保杰公司也说 已经在工厂的 范围 之内和之外的一定距离疏散 并且与土耳其的当局合作 尽快解决事件 亦都说 其实警方当时有跟枪手接触 并且 是打算说服他放人 而警察 入夜都是赶到场 最后是怎样呢 是趁他不为意时将他制服 将他制服了 最少7个人是被人 当时挟持 虽然这个人 他的动机还是有待调查 但应该都差不多 因为他说是撑巴 是的 他在 这个现场留下来的讯息 要求美国政府 放行物资进入加沙 这个诉求是没问题的 但你用这样的极端方法 其实就令到你的诉求 是会被人要魔化的 亦都会令到人害怕撑巴的人 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亦都看到一件事就是 这些事情 一天加沙未停战 一天都会继续发生 而且外交易 不止是这样 原来 早几天也听到 好像卡塔尔外交部长曾经说过 现在加沙停战 的这个协议 就好像 有得谈一谈 原来 哈马斯那里好像否认了 没错 哈马斯他否认的原因是什么 他想想 但是以军继续推进 向拉法推进 联合国就很担心 哈马斯其实 后来他就说 我们想一想 他否认是 他否认是达成协议 但是他就说要想一想 考虑一下 卡塔尔的声明 当然哈马斯一位人士 也不熟悉 卡塔尔就说 已经 同意 我觉得是未同意 哈马斯说的才是准确 如果同意 为什么还是这样 原来 在卡塔尔放出这个讯号的时候 其实 乙军是没有停过手的 乙军对于加沙南部主义城市 汉尤尼斯进行了空中攻势 随着乙军继续推向加沙 原来被称为最后庇护之处的 拉法 亦被推进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避免 联合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亦表示担忧 就觉得现在 整个地方 这个加沙的拉法 好像 压力煲 压力煲大家知道 如果开了 可能会大事 看回卡塔尔的外交部长曾经说过以色列同意是停战的提议 以哈马斯方面 对于这件事情 有积极的肯定 但是 未同意 他肯定 双方 都好似想进入下个阶段 好吧 哈马斯他们的媒体发言人也说 针对停战方针 哈马斯还在研究 还没有任何答复 认为现在说同意 不对的 现在什么都是零 实际也是零的 因为他未完全同意 你都不可以这么说 就算同意了也可能反悔 你知道双方都试过反悔 乙军当然不会停手 怎么会停手呢 意识你把这个 攻势的重点转向了100万人聚居的拉法 这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走 所以之前美国说没有 没有了都灭绝 没有证据 难怪你被人拆台了 不过拜登也做了些事 在约旦河西岸我们之前说过的定居者 常常向巴人动手 动手之后 拉低了很多巴人 那些美国就说制裁了 不过几个人 其实这个动作也是被 西方的媒体改革 就是想向选民交代 但是几个人而已 几个人制裁他有鬼用吗 说真的 他现在要的不是这些 是吧 有做少少事 当是 是当是 他觉得做了少少事 但对选票有没有 积极影响 我觉得 很难 对 不多 另外 大家记得之前 联合国 一个组织 是被 很多西方国家撤走 是支援的 因为他当中是有 有 有好涉及这个 襲击 其实这个中国真是有理有折 他就说 没可能是因为 十几人 这些错 是惩罚全部 事实上是不应该这样的 你有什么 你拘捕了他 你们西方不是说公是公非 是吧 为什么现在好像连坐这样 因为以色列 是吧 外交部发言 汪文斌也说 他就有 和世卫 联合国 等等的组织 交换意见 中方呼吁主要的捐助国 就觉得应该以 加沙民众的生命为重 重新考虑 是停止 断工的这个决定 就是 复工 复 捐助 中国是继续捐的 继续捐的 这就是 一个好 有理有折 是的 当然汪文斌也说 以巴冲突都差不多四个月了 加沙地带人道主要危机是前所未见 当前之下除了停战没有第二个选择 除了保护平民 更没有其他更加紧逼的任务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 救济署 当然也是 帮助巴勒斯坦人 做一些人道帮助 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无可 是 替代的 其实 亦有 联合国数据显示加沙200万人当中有三分之人 接受过 联合国机构的帮助 确保工程署工作 运作正常 是关乎 人道主要救援的连续性 关乎 加沙民众最基本的生命保障 当然汪文斌也说 针对有关工程署员工 涉嫌参加10月7号的动手事件 其实联合国已经启动了调查 以及相应的措施 亦说 联合国 秘书长也表示 近东救济工程署是加沙所有人道主义行动的支柱 联合国支持 展开客观调查 那就可以了 不是的 他先停下来 所以西方多虚似 任命很重要 他们也救了很多人 其实就是怕得罪以色列 就是这么简单 那种商标 新疆没有发生的事又在这里说 区域务动人早几天又说 又进来 不知道说什么 你先看看你自己 老闆 他好像说比亚迪 现在 大陆的电动车好处 比亚迪又有 らstorby 劳匪努动 不乖什么事 他也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说 我不是赞同 他说有很多东西 原材来自新疆 新疆的资源很丰富 是来自新疆的 所以肯定有 这带戴家撒一些 我又想問維吾爾人組織為何不出聲 那些疆獨組織為何不支持自己有 它和主流的穆斯林好像不一樣 不過它說我只關心自己的議題 這樣也行 亦顯得你很怕 你看到那些同胞、同樣宗教 穆斯林兄弟每天以這麼快速度離世 你可以當作看不到嗎? 一句聲音也不出嗎? 是的 而且你不要忘記 很多疆獨組織說自己是東特厥斯坦 和土耳其是同組同根 如果你當作 他們是中國人 不過就是說自己是東特厥斯坦人士 我認識過疆獨分子 說自己是土耳其人 但其實是新疆人 好了 但是土耳其是很支持的 是不是 我當作就當作 當然人不是 我就說就當作 這個土耳其是你祖國 你說自己是 為什麼土耳其支持你又不支持 你就跟著西方的路 土耳其和西方倒轉 是的 全部中東國家 信奉穆斯林 全uldade都支持封信 你說什麼 是啊 大家我說什麼 現在不能一聲 當作無法看小聲 還有哪一聲 受到最嚴重的迫律 現在什麼 被捉到最嚴重迫律 是啊 呀其實他們真的是 你的同胞 你們相信同一個教授 甚至一個同胞 那個 permit 所以只有信尼派 以及社群聯派 PCB 汪文斌亦說 必須指出避免集體懲罰加沙人民 呼籲國際社會特別是主要捐助國 要以加沙民眾的生命為重 重新考慮捐助這個組織 絕不能因為個人行為全盤否定工程處的工作 絕不能容許加沙民眾再遭受額外的集體懲罰 絕不能坐視不理加沙的人道主義局勢的危機 他有理會的 但他更加關心以色列的感受 所以他們經常說民主國家如何 真心說以色列不是那麼強實力 你會不會那麼支持他? 如果不是他的族裔後面的實力很強 亦亦受過很多苦痛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同理心 如果你同情當年 他們這個族裔受到那麼大的苦痛 你今時今刻應該有同一個同理心 對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繼續讓事情惡化下去? 德國說過不可以讓這些事情有第二次發生 現在不是發生嗎? 其實他們 難聽說都是雙表的 另外一個國家其實這段時間都很出圈 就是伊朗 伊朗原來也剛剛宣佈對沙特阿拉伯阿聯酋 等等28個國家 單方便免簽 他們的外交部副部長就說對沙特阿拉伯阿聯酋 卡塔爾巴林 科威達這些以前有過鬥爭的 現在都是 從歸於好 就是免簽的 他都說自從今天起2月4日 其實28個國家公民 可以以 旅遊作為目的 目的 是無需簽證進入伊朗 就是買機票去 都是好事 而且 他也是聰明的 因為這些國家 伊朗如果沒有那麼多戰士 其實伊朗也相當富裕 伊朗有很多石油 伊朗來講 如果他不是有什麼制裁 你想想 有制裁他有些東西都相對先進 那些導彈 其實如果他不是有 以及也是那句 那麼多年制裁 都不會倒閉 是的 當然美國也是開展報復 就是空中攻勢 空中攻勢打擊了伊德克和敘利亞 境內85個目標 我相信你打擊了之後 你可以一段時間壓制 但我也是一樣的觀點 你很難 會期望沒有其他都會報復 你要知道這件事 他們是不會停手的 你記住他們是不會停手的 因為當時三名 駐約旦的美軍就沒有了 Joe說一定要報復 真真正正的確是有的 是有85個目標是被他們美軍動手的 包括 從美國本土 的一些 戰機 也有空中攻勢 當然他們說現在涵蓋的 包括 指揮控制中心、情報中心 其他的 兵器庫等等 這些後勤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 現在我們 拘捕了兩件事 就是 這個PNG出事 現在你又是還手 之後他又向你還手 經常都弄得一副也是 還有敘利亞 敘利亞 今天你也要拘捕了阿薩德 是嗎 伊朗那麼多年 伊朗不用說了 阿富汗你就狼狽而走 人家仲將越戰的戴撤利和阿富汗戴撤利 都稱為美國歷史性的恥辱事件 你又敢插腳 又插腳 還有洪海 當然這也是 以巴衝突的延伸 洪海發生的事 究竟你有多少可以繼續插進去呢 而且你選舉 這個很好笑 這是阿周和阿侵的一個對決 但是 支持阿侵的人 其實他們很多是撐意撐得很厲害 但是支持阿周的人 很多是撐 巴的 巴的 是的 所以也挺吊詭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